台北也是一名機車騎士 一次分神看腳邊的物品 結果直直撞上了前方 另外一部機車 兩個騎士雙雙重衰倒地 另外在松山捷運站的附近 則發生了追撞的意外 一部計程車因為爆胎失控 衝撞五不停的紅燈機車 當中一個人受傷送醫 機車路口停紅燈 突然間外側車道出現一部小黃 慢慢向前 本來以為他會停下 沒想到下一秒 好幾台機車 直接被撞倒 其實東倒西歪全都慘摔 卡在車堆裡動彈不得 一旁民眾發現 趕緊上前拉人 而小黃問講自己也嚇壞 小黃失控連撞五部機車事件 發生在台北市松山捷運站出口 8號下午2點多 路口明明是紅燈 卻那樣追撞事故 原來計程車左前輪爆胎 殺不住才會失控重撞 我也考不清楚 我就看到捷運車這樣子 泡得很近 然後他們一頭堆在那裡 而驚險追撞意外 同樣也發生在中正區 黑色機車直直行駛在大馬路上 但他狡辯的物品不斷飛啊飛 騎士發現後 平平低頭查看 一個不留神 直接撞上前方機車 兩名騎士連人帶車重摔倒地 兩人都沒有酒駕最後和解收場 雖然不用上法院 但沒注意車前狀況 下場就是賠錢修車 喝包縮水 接著朋友張雲杰台北報導